第2884集 这 这是 天狱神帝挥手一招 将那滴精血夺取过来 仔细感应却没有捕捉到玄机月的气息 只感到夜沉的因果 你杀了玄机月 很好很好 天狱神帝不动声色 爽朗地笑了笑 他之前为萧水寒吃了一颗天狱丹药 那丹药篡改了萧水寒的记忆 让萧水寒认为夜沉就是玄机月 所以萧水寒说杀了玄机月 实际上是杀死夜沉 夜沉那小子真的被他杀死了 天狱神帝心里盘算着 暗暗地捏着这滴精血 推演因果 煞时间 天机迷雾重重破盖 天狱神帝就看到 夜沉的心脏被萧水寒一箭贯穿 彻底杀死 如果他亲临 或许会立刻发现真相 但在此处借助这滴精血 只能看见杰雷之尊安排的真相 真的死了 天狱神帝有点恶然 不敢相信事情会这么顺利 这滴精血虽然带有因果 但也太好推演了 让人怀疑有诈 天狱神帝性格非常谨慎 没有轻易相信 杰雷之尊在这滴血里面 做的手脚 其实就是这一点 唯一虚假的情报 就是夜沉被杀死 其实萧水寒所斩杀的 只是夜沉的换身而已 并非真身 神帝大人 玄机月是我的宿命 我今日斩杀了他 心里孽障扫除 我想去一趟太上峡谷 再尝试斩断情思 萧水寒大事快意 他迷失之下 记忆被影响 已经有点疯癫 什么旧主 什么夜沉 什么任务 都忘得一干二净 他只知道 他杀死了玄机月 心魔扫青 修为猛进 可再战情思 不用着急 天狱神帝摆了摆手 眼眸却是无比凝重 他动用天狱法则 篡改了萧水寒的记忆 虽然让萧水寒死心塌地 但也有巨大风险 现在萧水寒已经疯疯癫癫 失去了以前的冷静果断 一旦彻底迷失 连天狱神帝 也没把握再控制住他 我派去帮你的十个天狱暗圣 他们如何了 人在哪里 天狱神帝谨慎发问 现在只有萧水寒回来 其他十个人全部不见了 他们 有人被我杀了 还有人似乎被雷杰炸死了 萧水寒眼神凶狠带着试杀 被你杀了 天狱神帝一阵震动 急忙沿着手中精血 逆推天机 顿时 他就看到一幅幅可怕的画面 十个天狱强者 被雾土拒毙 分割成两半 萧水寒独占五人 斩杀了三人 叶辰硬闯天劫雷阵 掌控雷杰 将剩下的人全部炸死 就连萧水寒都差点被炸伤 那可怕的雷杰 令天狱神帝都震动了 万雷灭世 这是传说之中 雷威号称 与外雷神的杰雷之尊的秘法 这小子是怎么会的 天狱神帝只觉得匪夷所思 叶辰居然能施展万雷灭世 着实出乎他的意料 还有 萧水寒居然残杀同门 也让天狱神帝感到意外 当场沉生质问道 萧水寒 你怎么残杀同门 萧水寒咧嘴一笑道 神帝大人 我走的是杀戮之道 看谁不顺眼那就杀谁 还需要理由吗 文言 天狱神帝脸色更是阴沉 虽然天狱杀伐盛行 但在执行任务的紧要关头 一般不允许自相残杀 如果是以前的萧水寒 冷静沉稳 不会这么任性 算了 是我的错 不怪你 天狱神帝叹息一声 他用丹药法则 篡改了萧水寒的记忆 现在后遗症出现了 萧水寒已经是疯疯癫癫 没有顾前大局的意思 他确实不知道 其实萧水寒动杀手的时候 意识是清醒的 神帝大人 我可以去太上峡谷了吗 萧水寒迫不及待地发问 眼里只有杀意 如果能斩断那条太上情思 他的实力必将突飞猛进 天狱神帝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再修炼一段时间 等踏入环真境再说 这次你杀了叶 玄积月 功劳滔天 我破格提拔你为天狱魂圣 赐你天狱至宝 说完 天狱神帝手掌一挥 一件法宝滴溜溜地飘飞而出 落到萧水寒的面前 这件法宝乃是一盏灯 通体古朴 燃烧着一缕金光灿灿的灯焰 焰火里有如佛陀盘坐 佛像森严 宿慕大计 萧水寒一阵惊讶道 这是太上十二珍宝 魔科无量灯 天狱神帝道 正是 这魔科无量灯 乃三十三天鸿蒙至宝之一 而且被太上天女淬炼过 品质远超普通法宝 有天佛圣托威严 可镇压诸天邪魔 也可镇守元神 护卫真灵 是我的天狱至宝 今日我赐给你 将来我飞升太上 你就是天狱的主人 传说中 上古十二神尊 包括天狱神帝 都是太上天女的仆人 太上天女有十二件鸿蒙至宝 她用自身法力 将十二件鸿蒙至宝 全部淬炼过 再次给手下的仆从 这十二件鸿蒙至宝 统称为太上十二珍宝 每一件都带着上位者的法力 品质超绝凡尘 价值滔天 不可估量 事所罕见 当年天女大人 留下一条万劫情思 我们十二神尊拼尽全力 也不能撼动情思分毫 还有不少人在战斗中 丢失了天女自下的法宝 譬如祖龙神殿的九龙神火照 龙之谷的云雷地龙珠 绝寒地宫的极道天地年 其实都是曾经丢失的太上珍宝 被外人所得 里面蕴含着上位者的法力 我运气不错 这盏魔科无量灯 一直没有丢失 镇守我天狱地脉气云 今日我赐给你 您要好好珍惜 天狱神帝寻寻叮嘱 现在萧水寒风风电电 他害怕萧水寒彻底迷失 这次赐下魔科无量灯 可以稳住萧水寒的心神 不让他崩溃 多谢神帝大人赏赐 萧水寒无比惊喜 现在他的心中 只有变强和杀戮的念头 这魔科无量灯 乃太上珍宝 他炼化之后 实力绝对可以变强 你退下吧 天狱神帝挥了挥手 语气依然凝重 是 萧水寒满心喜悦离开 天狱神帝独自留在阁楼里 凝视着掌心的一滴精血 眉头紧锁 叶尘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抱有怀疑 但萧水寒和叶尘 应该是恩断义绝了 毕竟叶尘释放万雷灭世的时候 连萧水寒都没有放过 没有丝毫留情的意思 他并不知道 那时候的叶尘 被劫雷之尊附身 一切都是劫雷之尊的安排 罢了 水寒回到我身边 又被我魔科无量灯控制 叶尘是死是活 也不要紧了 监狱神帝摇了摇头 不再深究 他刺下魔科无量灯 除了稳住萧水寒的心神 还可以间接控制 只要萧水寒还在他控制范围内 那么叶尘是死是活 也影响不了大局 他只想尽快地斩断情思 让真身脱困 飞升太上 至于其他的事情 包括外界汹涌的屠盛大会 他也不想理会 此时的叶尘 已经回到原天院 将雾土秘境里发生的事情 向众人简略地说了一遍 不过 叶尘并没有透露 劫雷之尊的消息 只说是自己修炼雷法 借雷反杀敌人 侥幸全身而退 众人听闻之后皆是震惊 这次叶尘能安稳归来 实在不容易 虽然最后 叶尘还是没带回萧水寒 不过从大局角度来说 影响并不算大 因为原天院的底蕴 非常强悍 原天神军的实力毋庸置疑 只要掌握原天神军 就算没有萧水寒 等屠盛大会开始 叶尘都有反杀的资格 叶尘也很清楚这一点 眼前屠盛大会才是重点 虽然没有带回萧水寒 但战局的谋划绝不可耽搁 叶尘将羽英雪 秦天宇 李清末 也吸收入原天神军 金晶酸泥 他赐给李清末当战宠 他有小黄在 不需要额外的战宠 还有亲戚书画 叶尘也放在原天神军里去 希望他们能在徒生大会开始前 突破至更强的境界 一切准备妥当 叶尘也开始潜心修炼 叶天院后山 叶尘盘膝坐着 一张黄光阴晕的灵符 悬浮在叶尘的面前 一丝丝元气不断地翻腾着 正是雾土圆符 雾土精气 吸收炼化 叶尘心念一动 当即开始炼化雾土圆符 一缕缕黄土圆气 不断地涌入叶尘经脉之中 这雾土圆符 本来就是叶尘前世之物 现在它重新炼化 自然易如反掌 煞时间 叶尘感到大量雾土圆气注入 经脉里能量磅礴 丹田里似乎有汗海汹涌 原本就强横的体质 在雾土圆符的淬炼下 变得更为强横 晋升了 补天镜五层天 叶尘眼眸带着惊喜 瞬息间炼化了雾土圆符 他感到自身的修为 也是猛然精进 直接突破至补天镜五层天 以我现在的体质 就算献祭两件大员兵 应该都撑得住吧 叶尘咧了咧嘴 心里盘思着 献祭大员兵 可以爆发无比滔天的杀伤力 给地渊殿造成巨大的破坏 如果在以前 叶尘献祭一件大员兵 都不可能做到 因为献祭大员兵 需要承受的反噬 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是史元静的躯体 也未必能够承受 但现在 叶尘炼化了雾土圆符 而且之前去半明之地历练过 他的筋骨体质 非常惊人 就算献祭大员兵的反噬 他都有资格承受 继续来自动员兵的反噬 继续来自动员兵的反噬 继续来自动员兵的反噬